五一假期 海口各景区景点精心设计契合劳动主题的多种活动 为市民游客献上了假期丰盛的玩乐盛演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已经聚满了游客 憨态可居的大熊猫 古灵精怪的小猴子 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近距离观察动物 今年五一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通过门票优惠主题活动 来吸引游客入园游玩 促进消费增长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严格落实预约扫码 测温 限流 错峰等疫情防控工作 全力做好游客接待 服务保障工作 在确保不超过75%泄流管控的基础上 尽可能满足游客游园诉求 确保无游客扎堆聚集 海口市精心打造的大型主题钟楼光影秀 光影钟楼从5月1号起至5月10号 每晚20点至22点在海口钟楼上演 挺震撼的 希望以后有更多的灯光秀 它运用了这个清绿山水的水墨化的这种形式 将灯光做了进一步的渲染 用这种影像去给大家还原我们心中的那些老的歌曲和老的一个印象 海南史志馆也成为了游客的热门首选 每日参观者络绎不绝 参观展品 翻阅史料 大家重闻历史 缅怀先烈 传承革命精神 了解中国海南的这个发展史 还有红色革命这段历史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和海南人都是一种责任 就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